5 4 3 中时电子报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志强 今天要跟大家来评论一个什么样的热门新闻呢 刚刚也不过才三五分钟前 我们突然听到媒体报道一个快讯 也就是柯文哲市长他想要访问印度 那么这个访问印度其实就一个首都市长来说 到出国到其他城市参访 其实应该是一个蛮平常的行程 不过却连带的爆出了说 他是不是要跟蔡英文总统PK来参选总统呢 那据了解柯文哲的回答是说 十年后谁知道有没有可能 可是我们来看一看 柯文哲这个印度型的话 除了城市参访的用意之外的话 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他在延续 蔡英文想要推动的所谓新南向政策 那以新南向政策来看的话 实际上柯文哲跟蔡英文 他们会面对比较不相同的问题 从蔡英文角度来讲的话 所谓新南向政策从他上任之后 推展到现在也将近九个月的时间 实际上也几乎可以用几乎是一事无成来去形容 那一事无成是因为整个两岸的大格局 可以看到在大国跟台湾之间的角力的过程当中的话 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南亚地区 这些其他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或者是我们的经济交往对象 他在考量台湾跟在地国的关系的时候 他不可能不考量所谓的两岸关系 那么在国际现实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你不能够把两岸关系解决 实际上你要进到所谓的东南亚或南亚 来展开新南向取得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替代的 所谓的贸易伙伴的话 难度是非常非常高 这也是蔡英文为什么受挫的问题 但是呢 柯文哲可能跟蔡英文情况就不相同 怎么样呢 他实际上会多了一点所谓的非中央执政的弹性 如果他是以所谓的城市的经贸交流来看的话 在其他的包括东南亚跟所谓的南亚这些地方活动的话 他可能受到的阻力相对是比较低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他只是他是一个地方的首长 所以他终究没有所谓的中央的所谓的一个政策决定权 因此在所谓新南向这一块上的话 他的一个这一趟印度之旅的话 可能能够发挥的功能也相对是比较有限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的话 柯文哲除了在其他的地方要去参访 来去增加自己所谓首都市长的曝光以外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更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在对其他的城市的交往过程当中 到底对台湾的帮助 除了城市的学习以外 他另外对台湾的所谓的尤其是台北 他的所谓的经济发展 或是台北的其他市政建设的帮助是什么 那以所谓的新南向的这整个大的所谓的一个方案 跟趋向来看的话 终究还是要能够把经济动能带起来 回到了台湾或是台北本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理路 可是现在柯文哲没有看到说 在台北的一个治理之下的话 他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出在最简单的地方 说他的招商 以前台北市几乎在马英九或是好龙斌时代 台北市的招商一直都是所谓的优良宝宝 那么都常常拿冠军 可是到柯文哲上的时候 招商就是的金额巨降 那实际上使得整个台北市的投资动能不足 那这部分其实就是跟柯文哲的 在治理政策上可能相对比较反复有关 因此所以如果说你与其在外面 就要找一些台北的发展机会的话 实际上柯文哲可能要在时间分配上 多花一点时间 在针对所谓的内部的台北本身的市政 跟经济发展以及招商问题上 要交出一个能够说服民众的成绩 那最后一个就是两岸关系除以上的话 很明显柯文哲虽然比蔡英文要多一些 处理上的弹性 但是呢在放眼到现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局面 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终究在整个意识形态光谱上 一般认为说他是所谓的绿营的光谱 那么过去大陆方面跟柯文哲 尤其在过去年的双城论坛 能够开启一个所谓持续对话的一个基础 那么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柯文哲 在对大陆的一个政策态度上 他采取放软姿态 也就是要呼应了习近平的两岸家亲 因此这些所谓的呼应的一个 他的一个善意 使得大陆在过去的所谓双城论坛 他等于是开了一扇门 让这个双城论坛在郝龙斌的时代 建立了双城论坛可以持续下去 可是呢现在新的所谓的双城论坛 能不能还是维持原来过去的一个延续 能够让柯文哲顺利的把双城论坛举办呢 那因为中共十九大已经要即将要开始 那么新的两岸情势 大家也看到有非常多的变化 大陆在于两岸关系的基调 看起来采取的紧缩态度 是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化 原来过去两岸家亲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呼应 或者善意的释放 能不能就能够变成是 柯文哲持续两岸 所谓的双城台北双城论坛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保证呢 那这一点会不会基本上会进到 所谓的更严格 或是更具体的要求 比方说在两岸政策上 等同于所谓的对蔡英文的要求 是也必须柯文哲说出九二共识 那么才能够让两岸台北双城 跟上海双城论坛能够继续的举办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观察指标 好的那么今天就从这个柯文哲 要访印度这件事情 那中间有一个火花出来 就谈论到他选总统的这个议题 我们来看看说柯文哲整个 包括对外的访问 以及在两岸关系上 他可能的布局的一个 可能发展的走向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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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